解放军猛将如云 名将更是数不胜数 而在我国开国中将中 这五个人实在太能打了 居然被很多人误以为是上将 但是在1955年受险时 由于种种原因 他们只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那么这五人分别是谁 他们到底有多能打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粉丝朋友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 支持一下 革命战争时期 我军之所以能所向披靡 是因为我们拥有很多骁勇善战的将领 在这些将领中 有的是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有的用兵如神 为共和国的建立贡献了卓越的力量 为了感念他们的辛苦付出 中央于1955年举行了授贤仪式 其中 有五个非常能打的将领 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然而 直到现在 依然有很多人误以为他们是上将 首当其冲的 就是驰骋东北的四野名将吴信全 解放战争时期 吴信全奉命率队 在东北建立西满根据地 在东北夏季攻势中 他率领部队先是在怀德围点打员 歼灭国民党军一万多人 而后 他又包围仓途城 全肩驻守的敌军 共计四千二百多人 温家台一战 吴信全利用炮击 攻打国民党驻守在温家台的新武军 吴信全靠前指挥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国军战士端着冲锋枪 拼命往前冲 仅用一小时就赢得了胜利 击战过后 温家台附近都是敌军逃跑时 丢掉的武器弹药 跑不掉的敌军都被我军俘虏了 这时候 国民党派了四架飞机过来 吴信全刚把炮口对准天上 那四架飞机就吓得赶紧飞走了 战后清点俘虏时 国民党新武军军长陈琳达赫然在列 也就是说 这一战 吴信全不仅全歼敌新武军 还活捉了他们的军长实在英勇 但这不是吴信全戎马生涯的巅峰 他在抗美人潮中也非常能打 1950年 吴信全作为志愿军39军军长 率部入朝作战 刚进入朝鲜 他就带领部队参加了至关重要的入朝第一战 并在云山战役中大获全胜 战前 吴信全在作战会议上下达作战指令 以分割包围的方式阻击联合国军并鼓舞士气 扬言要在这一仗中打出志愿军的威风 11月2日 云山战役打响 在吴信全的指挥下 志愿军战士们作战迅速 打得美军仓皇逃窜 当晚39军115师345团在美军的飞机 坦克连番轰炸下 将号称160年没打过败仗的 美其兵第一师主力团打得分崩离析 美其一师八团三营营长还被我军击毙 到了4日 联合国军已被39军打得节节败退 志愿军入朝的第一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此战 是我军第一次和美军正面对抗 共兼敌2000余人 美军占有1800人 此外 还缴获了敌人大量武器 包括火炮119门 坦克28辆 击落和缴获飞机7架 由此可见 吴信全智勇双全 是一位非常能打的长胜将军 1955年授贤时 这位长胜将军被授予了中将 但因为他作战勇猛 指挥一决 时常让人误以为他是上将 而除了他 还有四位中将 也被误认为是上将 那么 剩下的四人分别是谁 开国将帅战功赫赫 一个比一个能打 然而 有包括吴信全在内的五个中将 因为实在能打 还常常被误认为是上将 那么 除了吴信全 还有哪些中将被错认了 第二个 一级一级打上来的梁兴初中将 他和吴信全 是同一批入朝作战的将领 是志愿军38军军长 梁兴初打仗非常狠 仅在红军时期就异常勇猛 曾连续负伤九次 之所以多次受伤 跟他打仗不要命的瞒进息息相关 也正因为这九次受伤 他从一个小战士升到了团长 一个伤疤胜一级 足见他打仗有多勇猛 解放战争时 他在辽沈战役中指挥部队 在黑山阻击国民党军队 当时敌人的数量是我军的五倍 但梁兴初硬是带着部队坚守了三天 没有丢掉一寸阵地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 梁兴初指挥38军113师 用14个小时奔袭70多公里 阻断了美军的南逃之路 创下了步兵史上的行军奇迹 著名的松古丰战役中 他指挥335团坚守阵地 顽强地阻击了敌军五次大规模冲锋 并成功将联合国军引入圈套 为第二次战役的胜利 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5年授贤时 他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但他后续的职位 比一般的中将还要高 所以常常被人误以为是上将 第三个 皮定军中将 这位英雄虎将就是皮旅的旅长 皮旅的由来 是因为皮定军在中原军区任 第一纵队一旅旅长时 率部孤军奋战 在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下 击斩20天 在他的指挥下 部队横跨三省 走过1000公里 进行了23场大战 最终从国民党重兵集团中突围 这在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 皮定军所率领的这支部队 也被称为了皮旅 是解放军中名副其实的英雄部队 调离皮旅后 他成为素育部下 先后参加了孟良顾战役 淮海战役等著名战役 1952年 他率部入朝作战 担任志愿军第24军军长兼政委 军政双全 当时美国一边和中朝谈判 一边又试图反攻 并发动了上甘岭战役 24军接防上甘岭后 有着皮老虎之称的皮定军 狠狠地教训了美国这只只老虎 在他的指挥下 24军采用抓一把救走的战术 不断对美三师前哨进行干扰 最终彻底打乱了美三师的警戒 间抵1500多人 下季反击战时 皮定军指挥部队抢占无名高地 将美三师1800多人全歼 此战结束后 美国被彻底打服了 只好乖乖接受停战条件 不过 平定军闲时 因为素育部下名将众多 平级时竞争激烈 皮定军刚开始只被评为少将 但毛主席看过名单后 特意将他提为中将 后来 又因为他作战勇猛 在军中的名气非常大 常常被人错认成上将 那么 第四位被错认的中将是谁呢 无论硬仗还是恶仗 能打的将领都会让他变成胜仗 我国开国中将中 就有五个非常能打的人 无论是什么仗 都能靠着优秀的指挥 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其中 就有长盛将军吴信全 擅打猛仗的梁兴初 以及英雄虎将皮定军 但因为太能打 他们常常被错认成上将 而且 除了这三个 还有两个中将也经常被错认 他们分别是谁 第四个 是有着王丰子称号的王进山 他15岁参军 16岁就升任了连长 作战非常勇猛 越是难打的仗 他越喜欢 红军时期 他在第三次反围角中担任营长 在徐向前的见证下 为大部队杀出了一条血路 并活捉了敌69师师长赵观英 徐向前对他非常满意 并称他为王疯子 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 让敌军闻风丧胆的绰号 后来 他在与川军交战时 被子弹打中胸部 陷入昏迷 徐向前提着枪 冲到他身边 将他叫醒 想劝他下火线 但王进山不听 强撑着身体 又拿起了枪 在阵地上疯狂扫射敌军 最后被子弹打中头部 倒在了徐向前的脚边 这些伤 并没有让他改变勇猛的作战方式 反而在抗美援朝中越打越猛 志愿军打得最艰难的 上甘岭战役中 就有他的身影 因为打仗时人狠话不多 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直到现在 还有人将他错任成上将 但第一次授贤的时候 他是中将军衔 最后一位 是明镇中外的秦机伟将军 第一次授贤时 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1988年任国防部长后 晋升为上将军衔 他的革命资历非常深厚 13岁就持枪参加了黄马起义 也是徐向前的爱将之一 1931年 秦机伟在黄安战役中 保护右臂重弹的徐向前 率领部队冲入敌人阵营肉搏 与敌人血战半日 一共兼敌2000多人 抗战期间 他指挥部队用半个月的时间 联克日伪军28个据点 摧毁了日军的防线 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淮海战役时 秦机伟指挥部队 围歼国民党皇围兵团 使其全军覆没 建国后 他任第二野战军15军军长 率领部队 深入云贵高原剿匪 而真正让他的名声响彻中外的 则是因为他直接指挥了上甘岭战役 这一战 志愿军用43天的浴血奋战 向世界宣告 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 而作为指挥官的秦机伟 则让联合国军恐惧不已 战争结束后 他先后任昆明军区司令员 成都军区司令员 为军队建设劳心劳力 1988年 在很多上将都健在的情况下 秦机伟被破格调任为国防部部长 考虑到这一职位的需要 中央将其晋升为上将军衔 不难看出 以秦机伟的能力晋升上将是早晚的事 时事造英雄 在那个烽火年代 解放军每个战士都敢打敢拼 这才涌现了一大批有勇有谋的开国将帅 有这群优秀的革命先列们做榜样 是中华民族的荣幸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中华民族定能实现伟大复兴 向无数优秀的革命将士们 距离崇高的敬意